10月9日消息 10月9日凌晨 23日2024赛季一甲女排联赛首轮 斯坦迪奇3-0完胜同城球队弗洛伦萨 赢得新赛季开门红 中国女排国手朱婷砍下全队第二高的12分 赛后 朱婷接受新华社采访谈到了自己的伤情 目前仍在进行大量的康复和治疗 伤病上处于可控状态 今年8月底 中国女排奥运冠军朱婷 在社交媒体晒出了最新动态 朱婷来到了宁波北伦中国女排训练基地 向女排主教练蔡斌报道 介绍了自己的最新康复情况 接下来将前往西班牙继续康复训练 明年巴黎奥运会再返回国家队 中国女排在没有朱婷的情况下 夺得了世界女排联赛的亚军 但是随后巴黎奥运资格赛中 却未能获得直接出现的资格 刚刚的杭州亚运会上 女排以全胜战绩夺冠 在一系列比赛中也可以看到 中国队在进攻上 还是缺少理应之外的一个稳定强点 这正是朱婷能够带来的 10月9日凌晨 斯坦迪奇3-0完胜同城球队弗罗伦萨 赢得新赛季开门红 朱婷首发出场 贡献12分3篮 进攻0失误被篮 18扣9中双率50% 23个一传全队最多4失误 加到位率57% 赛后朱婷接受了新华社采访 谈到了自己的最新情况 这是我新续约的一个新赛季 我希望我能够在这个赛季中 把自己的竞技状态调整好 首先就是把我的康复和手腕 恢复到最好的状态 然后就是期待明年的事情 巴黎奥运会 伤病的情况一直控制的比较好 这边有康复师 基本上每天都是做大量的康复和治疗 所以现在目前还是比较可控的 我希望远离伤病 健健康康的 这很重要 对此 网友们纷纷表示 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了 健健康康 我们等你明年归来 太惨了 奥运会要自己打进去 朱婷从来不说大话 只靠外界猜 期待明年的事情 应该是打奥运会 明年没有比打奥运会更重要的事了 他说到期待明年的事情的时候 笑来 相信朱婷 期待朱婷 静侯回归